介绍大家看一套动画 叫做《反转老朋友》 Inside Out 讲人脑里面有五个小矮人 一个叫做乐 一个叫做仇 一个叫做曾 一个叫做噪 还有一个叫做怕 掌管着主角的五种情绪 快乐 忧愁 狂躁 很害怕 或者是很担心 然后有很多小朋友 就以为原来我脑里面 有五个小矮人住在这里 这样的想法就很浪漫的 很天真的 但是很错 真正的画面 其实是挺素兴的 你幻想有一尊豆腐 有一尊一大大大 那些豆腐 还没做熟 然后有一个很硬的壳 盖着 有一尊豆腐 是不见天日的 暗无天日 就像这里 它是没有感觉的 这尊豆腐在里面 就坐在里面 在黑暗里面 永远毫无感觉 不过 因为有些电子密充 这样的时候 它就带给属于这个脑袋的主人 喜怒哀乐 或者是冷热的感受 它虽然好像一尊豆腐 你不要小看它 但是它在三十秒之内 它去处理 这些这样的喜怒哀乐 或者那些信息 在这些密充 搞来搞去的信息 比起一个大家熟悉的 叫做哈勃望远镜 这个哈勃望远镜 要处理的信息 三十年 我们的人脑 三十秒钟 就处理着 人脑 很复杂了 又说了 那它的成分是什么呢 说得好像很简单 当然不是豆腐 原来 有八十个百分之水 其余的就是脂肪 蛋白质 看这么多就没有了 这个人脑就是这样 但是你又试一下 拿一瓶水 拿一些脂肪 蛋白质来 做不做到人脑 你又做不到人脑出来 年轻的时候 常常都有人会指着我们 喂 你有没有脑的 麻烦你用一下脑 有没有带脑上班 被人说得多 就觉得是的 自己真的没什么脑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冤枉了脑 原来年轻的时候 叫青少年时期 脑里面 那些线路 其实在那里搭搭搭 搭搭了八成左右 你还没完全 完全可以搭搭通的 天气线 大部分的人完成 是要去到 真的人成年之后的事 就是脑部的成长 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了 就是你一出生的时候 其实头那两三年 基本上都已经 大部分都发育完成 那么几乎的了 但是要到十岁之后 才是慢慢完成了 大概95%左右 其实还没完整的 但是特足 这两个字不是写错字 是有这个term的 你可以上去Google搜索一下 解释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经元之间 或神经元与 基细胞 线体之间 通讯的特异性接头 其实就是说 人的脑部 怎样搭通天地线 是要等到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 才是完全接通 所以为什么年轻人 会比成年人 表现得冲动一些 其实就是 过渡紧 未完全发育 所以他们倾向于 比较 喜欢冲动一些 于是 你就会经常被大人说 你没脑 你有没有带过脑上班 其实你是有大的 不要冤枉他 我就有一套电影 是由电台的广播剧开始 叫小南闻周记 电影拍了两集 第一集小南闻周记 第二集叫蔡在新宿 其实那时候是打算拍第三集 第三集的故事就是说 梁宽和Ann这两夫妇 其实已经闹到不可开架了 那时候就刚刚说 他们就申请了移民 好了 我们去到加拿大 我们才分手 拿着一个住宿 于是去到加拿大 好了 做好手续了 大家就开车 准备回去酒店 收拾东西就走了 你向左走 我向右走 谁不知在车里 一吵架 那辆车就撞了 发生了意外 两个都受了重伤 两个都失去了记忆 那梁宽就给她的两个选友 已经移民去的Q太郎和大古华 就带了去温哥华 Ann就给她姐姐带了去多伦多 养伤 那两个就已经不记得了自己曾经结过婚 对方又是谁 因为Q太郎和大古华或者Ann姐姐 就刻意不说这个给她听 免得刺激她 只是告诉她 你老公好衰的 你老婆好恶的 所以他们记忆之中就是 原来我结过婚 我老婆很恶的 所以我很不喜欢去我们的牌 那个人就是 我老公很差的 没用的 他们只是有这么多的资讯 直至到他们两个 一个公干 一个就是散心 大家在Calgary撞回 第一日认识 你贵姓呀 我叫梁宽 你叫做Ann 这个人挺好 这个男人挺好 他们再一次拍拖 他们再一次待入爱河 但是他们两个 不记得了对方 是自己当日有多恨的 一个老婆和老公 那个故事就是差不多的 最后我没拍到 结果拍了不加入戏 但是一直都放在那里 当然这些失忆 这些戏就 现在已经out了 不要拍了 为什么我要在 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呢 在这一部分就 其实因为我们讲了脑袋 脑袋的记忆 我们怎么去记忆到那些东西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很多时候记忆是脱漏的 就是一件事情呢 我们很多时候是发生了 但是然后你会发觉 记漏一些东西 讲漏一些东西 你会有些东西是记错了 或者记不回全部 或者混合了 原来我们记忆的储存 很有趣的 一个人 像郑丹瑞这样 是分了很多组的 当你望着 你望着我的时候 你好我叫郑丹瑞 好 你的记忆就是 郑丹瑞 名字是一组 高高瘦瘦 是另外一组的记忆 原来他很喜欢踢球的 原来我们在观塘式的 在这个记忆 是很多个桂桶 好 入了郑丹瑞 入了去 他们不联络的 直至到两个月后 或者半年后 突然间你在街上 又碰到郑丹瑞了 很熟面 在哪里见过呢 好了 你recall一些记忆 那些记忆就有趣的了 在这个桂桶拿 这个好像他在观塘 还是在牛头角撞到他呢 他就在不同的部位 拿回这些记忆出来 所以有时这些记忆呢 就是有个桂桶拿了 有个桂桶你忘记了 你就 是吗 他喜欢踢球的吗 好像是 好像是 你就会 这个脱漏的意思就是 原来我们的记忆 不是一夜就program 在一个位置 这个人 我们就记掉他所有东西 原来是这样分的 我们的记忆 又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忽然之间想起 你和你的前度呢 曾经有过一些很浪漫的一刻 那你就尝试回忆那浪漫的一刻 那你在回忆那一下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开始 咳咳咳咳咳 那就踏实了 启动你脑部呢 高达一百万以上的神经元的动作 开始做事了 又不知为什么这些记忆片段呢 就会随着时间的流转 到处移动的哦 在皮层那里呢 好像那些物流一样 走来走去的 所以你会去pick up那些回忆的时候呢 他有时就走掉了 或者将另外的回忆放在那里 那你有很多细节就会遗失了 那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伊丽莎伯洛福特斯 他曾经讲过 记忆其实就是维基百科 人人都可以上去改的哦 原来 就是好像现在其实维基百科呢 写我 其实不是我写的哦 那有些好心的人丢上去的 但是出世年月日啊 我老婆的名字全部是不对的 记忆就是这样的 原来你自己的记忆 其他人是可以改变的 这位心理学家 伊丽莎伯洛福特斯呢 他发现过原来呢 人的记忆经过一些暗示 你其实是可以将一些虚假的资讯 你当真 他们做过一些实验的 一个接受实验的人 告诉他听 你曾经在迪士尼乐园 被一只Buds Bunny抱过 一段日子之后呢 你就在那里讲讲讲 就会无端端说 去迪士尼啊 好啊好玩啊 我那时候去过呢 他被一只Buds Bunny抱过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Buds Bunny不是在迪士尼乐园的 但是如果有人不断暗示 plan了一些东西进去你的记忆里呢 你有一天你就会将这些 Buds Information当了是真的 所以我们的记忆呢 其实吃一些补品啊 补充剂啊 什么做多些运动呢 你以为可以增强记忆 但是他有时都会玩下来 这样才是有趣 人的身体才会这么奇妙 为什么我们要去 逐步逐步去认识一下他呢 是不是 好了 在疫情期间 大家是不是常都觉得 情绪上很不稳定 就是很猛烈啊 很辛苦啊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去学一样东西 比如说你学钢琴那时候 你不懂 那就是说 你里面的脑呢 就有一些 有一些神经线 关于弹钢琴呢 还没关系了 好 第一天上堂 登登登 那开始 那些脑神经呢 运作了哦 考第一级钢琴 慢慢 慢慢 第二级 好了 去到演奏级 哇 是不是实正了啊 我们的学习 就是因为 每天每天在这儿学习 进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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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 你都可以弹琴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每天都活 是一个很不开心的环境 原本是很开心的 不开心的神经元 就不会走在一起的 但是你每天都告诉自己 很不开心 我怕中招 哎呀 很辛苦 哎呀 我没得 如果你每天都是这样的时候 你的不开心的情绪 就会拿着在那儿 就好像学了钢琴那样 你学了一个不开心的情绪 他就不走了 他就在你这儿拿着 每一次你一想的时候 初时就这么小小而已 当你越想越多的时候 他沽实了一道 你轻轻想一想 负面的情绪 都会拿着在那儿 是一样的道理 你好像学钢琴那样 将一个负面情绪学晓了 他在里面 搭通了负面的天地线 你说对你影响多大 所以我奉劝大家 由现在开始 先和自己的身体设个high 如何对待自己的脑部呢 就是开始想想一些 正面的好的情绪 然后等好的情绪 在你的神经 在你的脑子那里 慢慢慢慢 每天都想一些开心的东西 每天做点 每天做点 然后我就令到自己很开心 这件事就是 其实我想大家 和你的身体 say个high 认识它 好好珍惜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